今天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的最新消息 让我们透过现场最新的画面可以谈到 现在民进党团是在开这个所谓会后记者会 痛批这个国民党再度的来操作黑箱的议事攻防 因为其实今天的内政委员会的开会地点 其实是选在了立法院红楼的二零二会议事 因此民进党团今天一大早 一大早就进到了二零二来霸占助主席台 要来全力的阻挡蓝营推动了这项选霸法的修正案 因为蓝营立委许与珍现在就主张 要将罢免的门槛提高修研 也就是说未来这项修法如果通过的话 那么罢免人的罢免票数就得要高出 这个被罢免人当初被选上选举的票数 也就是哪怕一票都好被罢免票一定要高出当选票 那么在稍早呢 因为双方就持续僵持 以整个上午会议都没有办法来进行 那么刚蓝营就使出了调虎离山之际 是来到了红楼 刚刚有提到现在的会 早上的会议地点是在红楼的二零二 不过国民党团稍早就移动到二零一 同时找来了赵伟高金素梅 因为高金素梅一整个早上几乎都是神隐的状态 那么在稍早呢 高金素梅本人也来到了红楼二零一 这边呢就是国民党团稍早群聚的地点 而这个蓝营门呢 就跟这个高金素梅 还有几个议事人员直接开启会来 而且将门给锁上 让外头的这个民进党委员呢 无法进到里头来开会 而且稍早呢就直接强行的发言 不让这个内政委员会来进行表决 因此让民进党委员相当的气愤 我们马上来带您听一段民进党团的嘴行说法 通过这样的这个没收人民罢免权的一个条文 我们去不接受 所以就今天下午发生了一个乱象 我跟大家说报告 好在这里做补充 今天国民党虽然许宇珍提高罢免门槛的提案 没有列上来 但是要撤案就撤案 因为今天没有列 他哪一天还是会死灰复燃 起死回生 更遏职的是 明明吴秉锐委员的提案 已经撤案了 高金素媒稍微 硬将一个已经明知撤案的案 挂在议程上 他们要做的 就是可以让国民党跟民众党 要让罢免 联署增加难度 让罢免在联署阶段 就需要减负身份证 正反赢本 好 透过吴思瑶的最新说法可以听到 其实今天内政委员会的议程中 并没有将国民党团的许宇珍的版本 纳入议程当中 稍早提到许宇珍是主张说 这个罢免应该要高于当选票 罢免票应该要高于当选票 不过今天是没有排入议程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要回过头 但你来关心到稍早在委员会里头的最新冲突 由于这个国民党团立委 就群聚在二零一的主席台 这边守候着赵伟高金素媒 不过呢 在稍早民进党的委员赖瑞龙 就试图想要抢贪 想要霸占住主席台 没想到呢 却遭到蓝营立委谢龙借给蓝胡了 马上看一段稍早的最新画面 我们现在一起来喊吴的口号 反对国民党鸟龙罢免 反对国民党没收民主 好不好 大家一起来 三次反对国民党鸟龙罢免 反对国民党没收民主 来 预备 来 反对国民党 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画面 民进党呢相当的气愤 中间是放上了这个 罢免的这种鸟龙 象征呢 国民党团没收了人民的罢免权 我们看一段现场的画面 鸟龙罢免 反对反白 没收民主 反对反白 鸟龙罢免权 那么同一时间呢 国民党团现在此时此刻 其实也正在举行 这个最新的记者会 那么稍后立法院如果有推行消息 本台也将随时为您掌握 先将时间镜头交还同内主播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